来看看我这个阳台的这个小花园啊 种有长春花 还有这个兰花草 这个就是兰花草啊 这边这个是不死鸟 也叫沙漠玫瑰 这边还有个太阳花 开了一朵花啊 这个长春花呢 就是一年到头都开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今天刚起来招水的时候 我发现它已经长了种子了 有种子这里 已经爆开了 爆开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种子收集起来 种子收集起来呢 就可以播种了 就是这个黑色的 不是很清楚啊 看起来 这个黑色的 就是这个 这个黑色的已经爆开了 这边呢 有一些还没爆了 看到没有 这个相机怎么不清楚啊 等一下啊 就是这里了 黑色的这个已经爆开了 这边呢 这边这个是还没有爆开的 青色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前几天也摘了一些种子 然后放在这里 育苗啊 现在这个小苗已经出来了啊 有三四棵这样子啊 三四棵这个小苗啊 放在砂 盘砂里面丢在那里 每天招些水 它就可以长出小苗了啊 这个非常好 非常推荐大家去在家里种这个 叫长春花啊 念到头都开花了 再来看看这个不死鸟的这个小苗啊 你看 这边这些都是它的小苗啊 可以长了很多根的 把它摘下来 丢在地里面 它就可以生根发芽 这个生命力也非常强的啊 叫不死鸟 这沙漠玫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摘的这个种子 长春花的这个种子 哇 这个相机不行啊 这个华为的高端机也不行啊 很小 黑黑的一小点 好了 这个视频介绍到这里 我要去种播种了啊 我要去种播种了啊 感谢观看